因為 人生有三個階段 見自己 見天地 見眾生 小劉已經剛見過自己了 所以是時候該應該讓他見見天地了 這是第二季的計劃 你到底在鬼牽什麼啊 不要呼籠觀眾呼籠他們 他聽不懂啊 聽不懂 不會啊 就是大家各自去參舞 然後我們努力的往下去做 首先是謝謝大家喜歡 因為一個戲 特別是這種戲 這種戲有時候很刺頻率的 那就是說 大家對這個戲的一些胡鬧的地方很包容 然後對一些 一些比較有趣的地方 可能大家接受度比較廣 所以這邊先跟大家說謝謝 第二季的計劃 第二季喔 嗯 其實 其實第二季是這樣啦 因為 人生有三個階段 見自己 見天地 見眾生 小劉已經剛見過自己了 所以是時候該應該讓他見見天地了 這是第二季的計劃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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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到底在鬼叫什麼啊 不要呼籠觀眾呼籠他們 聽不懂 他聽不懂 聽不懂 我會啊 我會啊 對阿 就是大家各自去參舞 然後我們努力的往下去做 對阿 我也不曉得我下部戲在哪裡 所以我每次演戲都把那部戲 當成最後一部在演 我是用生命在演 我感覺到非常榮幸 那我想我這個陰靈變當時應該是沒有下一季了 哈哈哈哈 都開動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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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就是見不了眾生了 不會不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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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會是吧 看看怎麼從 我就擺在靈堂 是不是 就出現相片 你看導演戴墨鏡的意思就是說 以下言論不負責任 為什麼導演戴墨鏡 有啦 就說戴墨鏡 就說戴墨鏡 是我 我非常的期待下一季 而且我非常喜歡這個戲的那個 角度 跟他的方式 對 我們人生常常 用一個很 不要說嘻笑那麼慢 就是比較 幽默的方式來面對 也許不會有這麼多問題跟紛爭 對啊 大家心情也應該都會 比較 比較放鬆一點 要放鬆一點 對對對可以放鬆一點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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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掉 哈哈 哈哈 哈囉大家好我是何浩晨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李博英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柏蘇瑤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依依潔 一直覺得 樹女座跟水瓶座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對對 可是我還聽 看什麼看 快聽了啦 快了 嗯嗯嗯嗯嗯嗯嗯